他很难做反打 更多是等着什么 等着微方拉近点嘛 但其实现在这个圈形是眷顾着XQF的 而且现在格子所在的点位是在圈里的 所以说XQF有点山穷水尽的意味 就看看能不能啊 依靠远点打把能力 而且金免还在不断的找位置去打击他的侧身枪线 这时候就看XQF的个人实力 看他的枪线能力 现在不知道XQF的身上还有多少投掷物呀 这边拼的是XQF的一个极限操作 当然对于微方来说也非常喜欢这块蛋糕 毕竟这把家门口的圈挺到现在了 就这场比赛令的身上的甲已经是完全破损 散兵的甲还只剩下9%了 是 而且在这场你看到到现在 其实XQF的分数拿的是比微方高的 没想到吧 确实没想到 因为之前的话XQF一直处于隐身状态 时不时的会有那么一两个淘汰信息出现 但是就是一个两个的一种积累啊 让XQF居然拿到11分的淘汰分 这类一个成贼 原点击到了令 令没有假的情况之下还是很难打的 就这个缝隙对于XQF来讲非常难去躲避 而且他甚至很难去跟XQF去对枪 跟微方去对枪 导致现在微方知道你也没有实验状态也不好 队友压制我可以无限换点 无限去压制你 今一面已经拉到XQF的近点 他有手雷吗 这是一个手雷的投掷范围之内 一颗手雷就可以终结掉这场比赛 上车了吗 强行要换点吗 绝对是被扫了下来 君米还有机会往前走 想要先行打脚Paraway Paraway想要回头反杀 但是没有机会了 君米踩住了这个点位 侧置为令 令这边传言是放倒对方 那这样的话XQF还有机会 只剩下格子一个人 一瞬之间发生了什么 令的一个神经枪 直接是让场上的情势急转之下 微方战队变成了一个欢乐 被二打一 是的 但是这一波是要 君米一颗手雷拿下了微方 这场比赛还是属于XQF 我会有这一波的调子 我会有这种感觉 体质 就会有这种感觉 对方的一个人 争抑到了 因此 我们不过